十二月二十三号经过十九个小时的调查 南韩演员李善君终于在第三次传唤中走出来 脸色看起来相当憔悴 透过律师向警方喊冤 说自己是清白的 甚至要求对指控方策划 如同韩美所报道 李善君所检测 但是韩国警方却一直以 指控A经理的陈述作为调查依据 让人不免联想到 韩新GD的五龙事件 韩新GD的陈迦志龙日前前前往警局接受调查并主动发出声明澄清 当时世纪检测结果也都是阴性 最后日前确定是乌龙一场 警方宣布侦查终结 确定GD没有嫌疑不移交检察官 而明星吸毒但背叛乌龙也让人不免联想到李善君这次在车内轻身的事件 因为陷入戏毒风波后 他的演艺事业一度停摆 甚至本来传出要跟台湾演员许光汉合作 但却回忆一旦让人不免感到唏嘘 TVBS新闻 焦翰文 李喻哲 李喻文 组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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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